往恩负义的老鼠 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住着一只老鼠 老鼠没什么朋友 于是他决定和柱子做朋友 一天柱子对老鼠说 老鼠 冬天来了 天会很冷 我头顶上正还有鸟留下的羽毛和其他一些东西 你拿点来被冻吧 老鼠很开心地爬上去搬这些东西 结果不小心一下子从上面重重地说 柱子赶紧关切地问道 老鼠 受伤了吗 老鼠从地上爬起来很生气地对柱子说 柱子 你曾经让我受伤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摔伤 说着狠狠地咬了柱子几口 离开了 接着 柏子给了老鼠半块别人丢的蛋糕 老鼠吃坏了肚子 要求柏子赔偿他 于是柏子也不敢和老鼠说话了 还有罗筐给了老鼠一片洗地用的烧剪 结果老鼠把胡子洗掉了 罗筐也被老鼠拨锁了 就这样 大家都闭着老鼠 看见老鼠都躲着一边的 捕鼠夹子不喜欢人类 因为人类总是把它放在角落弄脏兮兮的 捕鼠夹子亲切地对老鼠喊道 嘿 老鼠 别怕 我不喜欢人类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这儿有美味的鱼头呢 于是老鼠小心地走过去 肥快地叼走了鱼头 老鼠夹子动也没动 就这样 一天 两天 捕鼠夹子每天都招呼老鼠过来吃好吃的 老鼠每次都狼吞虎咽的每餐一顿 拍拍肚子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可日子久了 老鼠连感谢的话都不说了 反而开始蒙面起来 哎 每天跑这儿来吃的东西还真麻烦 最多有块鱼糕 我来这里只是给家子你一个面子罢了 捕鼠家听了 很是不高兴 这天 老鼠熟练地跳到右耳旁边 仔细一看 鱼肉已经腐烂了 他大叫道 捕鼠夹子 安的什么心啊 请我吃腐烂的东西全心上让我生病吗 还假装好心请我来吃东西 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 还要我跑这么远 真是个坏东西 你赔偿我的损失 赔偿 捕鼠夹子听了老鼠的诬陷 骑得全身发抖 简直待不住了 一不小心 咔嚓一声 捕鼠夹子一下子弹射开来 老鼠的吓子死死的 架在了捕鼠夹子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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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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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